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八角怪這部電影 主角小鎮的公路上 一台貨車為了閃避突然出現的兔子 一不小心就甩了個尾 把車上的廢棄化學原料 甩進一旁湖中 露出來的原料 也讓湖中生物產生便宜 欸 休旦即咧 李老師卡爾的開頭 是不是致敬這個 酷喔 總之住在湖邊附近的一個養蜘蛛大叔 就剛好在湖邊 找到一些病疫後體型變大的蟋蟀 並覺得超酷的 把這些蟋蟀 帶回家給自己飼養的蜘蛛食用 而蜘蛛吃了蟋蟀後 就會產生變異 變得亢奮食量越來越大 這天 一個喜歡蜘蛛昆蟲的小男孩 麥克 就像往常一樣 來大叔家看蜘蛛 也在欣賞到這些亢奮蜘蛛後 高興得不得了 麥克離開後 一隻吃過蟋蟀的蜘蛛 竟然神呼奇奇跑出箱子 爬到大叔身上咬死他 讓大叔死前痛得啊啊啊到處亂撞 把周围櫃子全部撞倒 結果他養了幾百隻蜘蛛 就全都跑出來了 另一邊 竹腳小鎮的鎮長 召集了大部分民眾開會 想要把鎮上的廢棄金礦坑 賣給大公司 來存放廢棄原料賺錢 身為地主的男主角 就言辭拒絕這提案 因為他老爸在死前說過 礦坑裡還有大量金礦 他一定要找到 不會賣掉的 一星期後 之前跑出來的蜘蛛 全部變一層 比人還大的巨型蜘蛛 才開始到處作亂 像是把一戶人家養的貓咪吃掉 鑽進在礦坑裡 尋找礦麥的工人嘴裡 再用超大蜘蛛腳把人抓走 或是躲在地底 把鎮長養了鴕鳥 一直一直抓去吃掉等等 同時 麥克又跑去找大叔想看蜘蛛 可是一來 他就看見蜘蛛網AV WHERE 大叔也不見蹤影 一翻搜索後 他就沿著蜘蛛的腳印來到礦坑 捡到一隻超大的蜘蛛腳 還看到礦坑深處 有一隻超大的蜘蛛出現 嚇得他趕緊閃人 也在路上剛好遇到 開車經過的男主角 他就趕緊把剛才的事說一遍 你看 這是超大蜘蛛腳 裡面還有超大蜘蛛 事情不妙了啦 但這種一想天開 誰會信咧 男主角就當成 是小孩子的戲言而已 最後男主角就把麥克送回家 順便去追求一下 麥克的單親警長媽媽 女主角 她喜歡人家很久了 則是一直不敢開口 同一時間 女主角的女兒黑寡婦 正在跟男友小明約會 可小明滿腦筋充 一直想嘿嘿嘿 氣得他拋下小明開車走人 敲的是 黑寡婦前腳剛走 蜘蛛後腳就跳出來追殺小明 嚇得他 趕緊衝去找朋友大喊 有蜘蛛啊 快逃啊 下個瞬間 蜘蛛就全扑了上來 把來不及逃的人 一個一個KO 再用超翔跳躍力 咻咻追上騎車逃走的人 把人一個一個抓住 用絲線纏住 準備帶回建在礦坑的巢穴 給母蜘蛛使用 只有小明運氣好 快被追到時 剛好有台油罐車出現 讓一堆蜘蛛反應不及地撞上去 害車子翻覆 中斷的電線桿漏油 產生了巨大爆炸 慘的是 蜘蛛數量太多了 雖然炸死一堆 但後面又來一堆 他只好繼續騎車逃進一旁礦坑 也一個意外打滑翻車 剛好把入口弄他 擋住了蜘蛛的追擊 同時 男主角的姑媽 在家做菜時 聽到狗狗從地下室發出痛苦尖叫 悬生找去了姑媽 就發現一個不滿蜘蛛絲 通往礦坑的洞口 找狗心切的姑媽 沒多想就進入礦坑 下個瞬間 他就被在頭上的大蜘蛛 噴出一堆絲線纏住帶走了 那剛好來找姑媽 剛好聽見姑媽尖叫的男主角 就一路來到地下室洞口前 不過他比較聰明 看到一堆蜘蛛絲 排檢到一隻巨大的蜘蛛絞後 就知道有狀況的馬上逃跑 之後男主角帶著蜘蛛絞 從去找女主角跟麥克 說出剛才發生的事 姑媽被蜘蛛抓走了 蜘蛛好大啊 姑媽還有救嗎 麥克則說 姑媽很可能是被公蜘蛛攻擊 要帶回去給母蜘蛛吃 所以動作快的話 可能還救得回來 這時 剛喜歡早回到房間的黑寡婦 就被一隻闖過他房間的蜘蛛攻擊 用絲線把他噴到牆上 嚇著他 啊 聽見尖叫的眾人就立刻趕過去 也被眼前景象嚇傻 哇靠 好大的帝王蟹 哦不是 好大的蜘蛛啊 女主角就趕緊逃出獵槍 蹦蹦蹦的射掛蜘蛛 之後 女主角用無線電 聯絡警局同事大壯 要他快點把槍帶來 他們也計劃要去電台 用無線電廣播 通知小鎮居民 快到購物中心避難 因為之前油罐車 裝斷電線趕後 就讓小鎮的電話全部失靈了 沒多久後 大壯就開車帶槍趕來 主角們也在幹掉幾隻跟來的蜘蛛後 秀秀衝到車上 瞬間移動來到電台 然後男女主角 就立刻告訴電台副的人小黑狀況 並發出緊急廣播 有蜘蛛啊 要大家快點逃 可這在天方夜谭了 居民根本不信 完全沒有任何動作 直到蜘蛛大局入侵 到處抓人來吃 才讓居民們驚醒地開始逃亡 很快的 大量居民就逃到購物中心 主角一行人 也在衝過一堆蜘蛛後 終於趕到 面對鋪天蓋地 襲來的蜘蛛大軍 女主角跟大壯 就勇敢地擋在門口 開槍保護居民 男主角則趕緊去找警衛 要他快點把鐵門關下 然後在死了一堆 不重要的居民後 剩餘的人就全躲進購物中心 靠鐵門擋住了勁提的蜘蛛 接著 女主角帶領民眾找武器自保 防止蜘蛛大軍闖進來 男主角跟小黑 則是拿手機到有訊號的屋頂 打電話求救 但化物人員根本不信他 認為他在開玩笑地掛他電話 此時已經一堆蜘蛛爬了過來 將他兩團團包圍 小黑為了保護男主角 就自告奮勇去吸引蜘蛛注意的 從屋頂跳了下去 同時 巨大蜘蛛撞破了購物中心的鐵門 一堆蜘蛛就迅速殺了進來 眾人只能邊打邊退地躲進倉庫裡 留下來斷後的大壯 則在千鈞一髮之際 躲開蜘蛛的圍殺逃了出去 並巧玉從屋頂掉下來沒事的小黑 兩人就趁蜘蛛叫少師 36技走位上策 至於男主角嘛 也是抓到機會 衝破蜘蛛包圍逃進通風管道裡 巧玉剛好路過了女主角 兩人就咻咻躲回倉庫去 眾人也決定 從倉庫後門 逃進連接在一起的礦坑裡 並遇到了剛好逃到這的小明 男主角也靈光一閃想到一招 因為礦坑裡充滿沼氣 他就讓女主角 帶隊出去啟動發電機 這樣就能打開礦坑內的燈泡 引燃火花 把追來的蜘蛛全部炸死 然後他分頭行動去尋找姑媽 也在一番搜索後 順利將人救出來 更爽的是 他還發現父親說的金礦 竟然就在這裡 他又能重新采礦事業啦 沒想到這時 超級巨大的母蜘蛛 竟然剛好出現 嚇得男主角不斷往後退 好險他想到 麥克之前有給他一罐香水防身 蜘蛛嗅覺敏銳 最怕這種東西了 他就趕緊噴噴噴 讓蜘蛛不舒服的 並趁著空檔 將一盒火柴放到燈泡上 再趕緊騎上跟小明借來的機車 帶姑媽一路飆出去 而找一步逃出來的女主角等人 卻找不到汽油啟動發電機 吸引老黑寡婦聰明 用身上的電擊槍 叮叮叮的成功啟動機器 將礦坑裡的燈打開 下個瞬間 燈光 火柴 沼氣三合一 產生了混混混的超大爆炸 將追上來的母蜘蛛 和其他公蜘蛛全部炸死 男主角也在最後一刻 即時帶著姑媽衝出礦坑 平安活了下來 最後 之前逃走了大莊跟小黑 去其他地方 找了一堆願意幫忙的警察 消防隊來 將這裡徹底封鎖 確保沒有漏網蜘蛛 男女主角也因此事 感情大幅提升 也決定交往共度餘生 電影就演完路 那其實電影中段開始 蜘蛛多得挺精彩刺激 你有興趣也可以去瞧瞧 看完後我就在想 你家附近有什麼湖的話 就趕快搬家吧 要不然哪天 可能就換你遇到超大的 蜘蛛啊 蟑螂啊 蒼蠅啊 油煙啥的 嚇都嚇死